我们要提醒您的是Q弹好吃的粉圆到底有没有添加物 其实您可以用吃的就能够吃出来 手工粉圆的业者告诉我们 天然的成分制成的手工粉圆 用的是木薯粉或是树薯粉 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 因此只要一碰到了冰 不管是加了刷冰或是放到冰箱里面 口感都会立刻变硬 一般的粉圆名店都要求 煮好的三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卖光光 而如果您吃到的粉圆放久了或是冰过了 还是QQ弹弹那肯定是有问题 排队排了这么久 喂的就是这一碗 精盈剔透又饱满的粉圆 热腾腾的加在刷冰里让人许只大动 不过QQ的粉圆有没有让人担忧的添加物 其实就算不是专家用嘴巴也能吃得出来 我现在吃的过程我们会觉得它们硬的话太硬 烂的话太弱 如果你是添加化学的制成的粉圆 那可能在Q感上面来讲 遇到冰的时候它一样会非常的Q 天然制成的粉圆而言 即使遇到冰的情况之下 它可能在瞬间的几秒钟或一分钟以内 它的粉圆就变得比较硬 没错如果是用传统的淀粉 像地瓜粉、副薯粉或是素薯粉制成的粉圆 一遇到冰就会变得比较硬 不过有化学添加物的为了保持口感 不管放在低温多久都还是依旧Q软 如果是使用天然成本制成的粉圆 跟使用化学制成的粉圆来讲 它的一个成本比例当将近有十比以上的一个差别 一分钱一分货 有添加物的粉圆虽然保存了久 但是却有伤身基于 而真正的手工天然粉圆 口感上软硬的变化非常明显 只要大家记得绝窍 就可以吃得美味又健康 感谢观看